桃園龟山大坑罗二段附近有一间冷煤工厂 在傍晚是突然窜出大量的黑烟 而因为现场风势很强劲 大火是延烧到了舞阳高架下方的杂草 影响到国道用路人的视线 警方已针对大坑罗二段的路段来进行双向管制 避免车辆驶入 方面中爆炸的工厂是冒出了熊熊大火 火势延烧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 还有一辆车辆也被搏击 傍晚这期工厂大火火势很猛烈 四方人员获报道场是拉起水线来灌旧 初步传出有三个人受伤 当时还有一部小客车行进附近的时候 遭受到搏击 车子是严重的毁损 幸好车主没有受伤 也因为火势相当猛烈 加上刚好是下班时间 行进国道的车辆数量很多 浓烟密布会影响到视线 所以车速很缓慢 车辆也回堵严重 根据了解 这间冷煤工厂可能是含有石化工业设备设施 所以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而至于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厘清